有郭泰新消息聘請人 是的,又聘請人,疫情又開始緩和 郭泰接著有報道,集團希望早前削減了人手 現在希望招聘,年底前招聘 根據零一說是8000人,重組之後被削減的位置 有沒有這麼大的信心?年底之前都沒有通關 今年年底前請8000人,明年年底前 郭泰航空行政總裁CEO鄧建榮接受昨天的報道 媒體訪問時即現,目前航空業雖然未迎來真正的復甦 但如果現在不夠人手,增加人手 到時真正復甦時,就會落後給人同業 所以郭泰計劃到2023年 郭泰航運將會增加4000人 包括700名機師,2000多名空中服務員 於是連同郭泰其他附屬機構 預計到明年會共請8000人 郭泰不要忘記了 當初當然了,你現在說航空業很慘 又是飛機又不能飛,之前有熔斷 但哪個航空公司 有些漏洞搞到Omicron第五波進來香港 就是你們國泰 當時有些員工 沒有去做自己隔離 下去玩,爆了出去 然後就是望月流群組 大家還記得 現在在喊辛苦,又說請8000人 不過8000人只是下年年尾 只是大隻港 你說我下年請一萬人都可以 你下年年尾就有了 你下年才能開關 早前看新聞片 我忘記是英國還是美國 就是因為之前削減太多人手 當他們開自己內陸,飛回本土的時候 出事了 完全不夠人手 只有一個counter 幾千人在機場,只有一個counter 給人做 於是 每個人都罵鬼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看到別人這樣 如果真是萬一通關 我們之前炒這麼多人 現在就不夠了 但他請回怎麼計算 是不是有 新入職 還是計算年資的 人工 縮骨多數都是 例如豆爺 原來是那些 CND Officer 那些東西 可能在機艙 搞 Business Class 的商務客位 我多怕你說搞 空中服務員 然後 原來炒了 如果請回 沒有,現在當回去Junior 就算你的頭 就算你用以前的 去請回我 第一件事 首先 你國泰有timetable嗎 你知道政府何時通關嗎 你現在雅華切切 你說下年年尾 是不是收到 是不是有人跟你說 你相信我 下年年尾 我們一定通的 跟外國都通了 你又不是 然後第二件事 好像蔡先生那種 你問是不是請回以前的帖子 我當我以前做過那間公司 那間公司 知道因為疫情 當然 你說要減薪工 當時國泰 要簽紙 不減薪工就炒你 不打針也炒了 哇 現在你又說敷肉翻了 你又請回我 喂 有沒有這麼傻子呀 被女兒飛過一次 現在過幾年之後 又說又同一條女兒 看你都沒什麼變過 又來一次 不是吧 我不會中兩次招了 喂 會不會什麼呀 他打算請一些 最紅色的那些 完全沒有經驗的 接著就當還沒飛著 那就是要培訓的 那就是出了一些 基本底身給你 這樣就試得起 然後譬如說 你其實請回舊的那些 舊的那些已經轉了行的了 這幾年中等你請回我回頭嗎 他又不是 救忙的 還有空姐空少那些 有年齡的期限 到了某個年紀 可能他們又要步入退休期 那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45歲加到50歲 外國那些不是的 就飛到你自己不飛 香港那些有規定的 好 接著既然舊的那批 他又炒了 那不如申請那些 叫做年輕力壯 又譬如說年輕貌美 之類的那些 那些就重新訓練過 底身有多少 是不是 就被他疲勵你 可能萬一 不用飛著的 基本底身給萬一你 那你就接受培訓半年之類 那接著出來那些 各個玲瓏浮凸 又養你又身材正 空少又貼 還有很多年輕人畢業 還沒找到工作 他以為空少空姐 還有吸引力 可能有 但現在可能沒有了很多 是不是 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那些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古天樂 跟著就以為是關帝結 顧雙文宵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 跟著吳鎮宇 成那些 過去了 沒有那麼多鄭秀民的 大哥 你就這樣看 那個 那個 疫情 之後還有這個 喉鬥 是不是 不是很好玩的 我的朋友 做空少 全部轉行 難道坐在這裡等你 什麼時候開花 郭泰 聽說你夏年年尾之前請人 好吧 我等你 不會了 全部轉型 還等你嗎 這裡還有 被問到會否 給予更優厚的薪酬 加夠 以增併這個人手 CEO鄧先生 強調 各態宗旨一向 都是給予員工 頗為具競爭力的薪酬 這方面 是無用之以 如果待遇不夠人競爭力 難以吸引人才 至於重組的時候 會不會推出 新的薪酬 新的薪酬價構 一直沿用到現時 他強調 新的薪酬屬於多羅多德 而過去的 非不非都是那麼多錢的 條件已經不合時宜了 以前我們 沒有說過會不會是用舊的薪酬 例如你身體升級的時候 是三萬的 就是三萬 現在用三萬 就是當你新入職多少錢 成何千元 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年輕人還會有很多朋友 我大概要做空事要做空姐 因為要到處飛 當然有看很多不同的電視劇 我想現在不會有這些衝勁 因為你預示到不能飛 做到又如何 我給你訓練半年了 蔡臣說萬一元不飛的 只是訓練 萬一完了 大陸幫我收皮 又可以重新 又找個 你預示到那些東西 那沒問題的 有些可能收基本底薪 然後你就不用飛 我就照出糧 有些人確實需要一份工 譬如說他一次過請四千到八千 令到香港失業率的數字一公佈就立即下跌 但我不知道他計算失業率是正式簽約的 還是公佈都已經下跌 政府很聰明 一公佈說派五千 香港的貧窮人口就下跌了百分之十 當然了 全香港市民每人派一匹 那貧窮人口當然下跌 國泰其實這劑變相幫政府失業率的數字按一下 還要是下年年尾 不知道計算這個年度還是下個年度 還有另一件事 你政府來說 香港好像國泰也是大股東 雖然他有泰股和內地上市公司 但是特區政府都負了一塊錢救國泰 不知道是借給你還是不用還 因為政府也是股東 接著呢 照計你應該和借錢交代 你請人 是不是像豆爺那樣計算了一條數字 我沒有告訴你幾天通關 你現在請八千人 你這條數字出了糧就不用還嗎 你不要亂來請人 你問過我才好 現在蔡先生在咪前跟大家說 我們這百年尾之前請到五大人 說而已 你不要亂來講 但我講真話 不用請了 還給你這條數字 我想問一下國泰的主席 CEO 你又說到我們國泰一定會給大家一個 competitive salary 我想問一下 主席 人家外國那些飛機是自由飛的 在歐洲那些 你要去意大利便要飛 你要去加拿大 你要去美國 你要去英國便自己飛 你又說要competitive 但是現在很多外國飛機都免飛回來香港 人家回來香港也要轉 你怎樣competitive 如果我要做空姐 我不要去英國那邊做 為什麼要入國泰 你香港也飛不到 你怎樣competitive 如果我入職 或者我會不會回頭做這行 真的要仔細考慮 等於我給你一間店鋪 你賣什麼 你賣食物 你又怕會不會 又剩下第幾波 又那麼堂食又那麼盛 我不要 我來賣家庭用品 買插鬚 買那些穩陣 如果我真的喜歡飛 我真的很喜歡做空姐 很喜歡做空少 我開飛機 那你就去看外國那些 請不請你 香港人連飛機都起不到 我怎樣做 你幾天衝勁都蒙 所以我們空中載飛人 Winny 他也是業內人士 但他其實都做了很久 但他的樣子可以保持 明明40歲看起來像20歲 我以為他25歲 他保持得這麼好 主要是因為他有個朋友 未拍空間裡面 經常介紹很多彩音保養 真的嗎 然後煎食小孩 那些 什麼性交轉運 才可以保持得這麼好 所以訂了這兩個節目 就知道當中是現實的 好東西了 訂空中再給人 訂完他的朋友未拍空間 就知道沒理由 所以看到只有20歲 就是做很多邪事 他才可以保持現在這個崗位 或者你國泰來 你國泰來的 你國泰來的 只是做內讀機 只是飛去內地 就可以了 對嗎 他怕黃楚彪那間搶的生意 內地你都飛不了這麼多 你請8000人 內地你需要多少人 多少服務員 多少機票 如果你計算到夏年尾 現在加起來還有18個月 18個月 除開8000每個月請 幾百人 說下去 其實可能是預告 然後你預告了 就可以問股東管理層 那裡課稅 你要請人當然要課稅 你要辦事 做事 先說 那時候國泰 這麼肉酸 做到些事 不要以為人家不記得才行 不打針 炒人的事 不應該 工聯會人幫忙搞他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